腾讯体育10月30日讯今天凌晨,曼城在英超联赛中凭借着马赫雷斯的进球各场1比0取胜强敌热刺,继续依靠竞胜球的优势占据击分榜首,虽然取得了比赛的胜利, 但曼城主帅瓜迪奥拉对于本场比赛并不是很满意,尤其是温布绿讨皮的质量,瓜迪奥拉不满比赛过程在本场比赛中,曼城虽然的下半场,一度被热刺,用冲击压制,但从整场比赛来看,他们还是表现更好的一方,而且,曼城也错过了几次较好的进球机会,对于球队实施无法攻入第二个进球,瓜迪奥拉表示, 本场比赛我们面对的是全欧洲最注重身体对抗的球队之一,在这个特殊的条件下,我们取得了一场精彩的胜利,在比赛中我们有很多机会,但是我们都错过了进球, 其实,下半场比赛前15到20分钟,我们应该提前杀四悬念的,在重大比赛中,一旦我们陷入低下模式,我们是很难取得最后胜利的,我们必须要得本才行,不过,今天我们在把握机会上有欠缺,希望以后有所改善吧,球场还清晰可见橄楼场地, 的话现在本场比赛开始前,温布力举行了橄楼球赛事,正让草皮的质量十分糟糕,通过转播镜头,就能清晰的看到草皮上充满小坑,很显然,这样的草地条件,对于习惯穿扣的曼城来说,影响更大,在赛后接受采访时,瓜帅也对草皮进行了点评, 今天这个场地条件不能满足,足球在世,不过,我们队员以及热刺队员,都在这种条件的场地下,拿出了好的表现,我还是想说一下,希望未来热刺方面能解决这个问题,开水没温度